蜡子幸福生活,我是乔安娜 这一集没有说书人 这个频道聊的是我们的幸福生活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有点骚瞎 然后因为我们的屋外在做污水下水道的工程 已经这样悄悄打打了将近两个月了 那它本来预计是九月底要完工 但后来又延伸到十月底 所以希望等一下不会出现太大的噪音 那现在的时间是十月二十七号的下午三点二十分 下午通常都是我比较有精神的时间 所以我还是希望可以在这个时间来录音 那我从十月二十五号的时候 离开了社群媒体 精准的来说是删除了手机上面的脸书 IG还有当天稍晚我把YouTube也删除了 那我的电脑呢 上面则是安装了一个软体 就是Chrome它有一个扩充的软体可以装 它就可以屏蔽掉脸书 IG还有YouTube上面的推播给你的资讯 那我觉得那个APP还不错的就是 它虽然是屏蔽掉那些推播的东西 但如果你上去之后 你去搜寻一个特定的人 比如说你的朋友 那它还是会显示那个结果 所以它就比较像是你是主动的去使用那个 那个软体 而非它就是不断的推播讯息给你这样 好 那我之前应该也有聊过类似的主题 就是数位断舍离 我应该之前就做过了好几次 那为什么这一次又重做了一次呢 原因就是 其实呢 之前我把APP删除之后 后来会因为我要更新一些贴文 那因为我的档案可能存在手机上 或者是电脑上 那如果我直接想要从手机上传的话 直接从APP去更新内容 是比较快速的事情 那我就不用开电脑了 那也因为我需要时不时 可能每周需要更新一次 就是提醒大家说 我的podcast有更新啊 或者是我的vlog更新了 就是因为我需要时不时的贴文 所以造成了我 到后来我还是会把那些 社群媒体的APP 重新download到手机上面 我觉得它就是在我的手机上 我就会不自主的去打开它 然后我会去滑它 会无意识的不断的去拿手机 然后滑手机 就是刚才我check一下 就是我过去的三周 大约每天平均使用手机的时间是3.5小时 那这中间当然除了我无意识化手机的时间之外呢 因为我拍vlog是用手机拍的 所以这时间可能里面有包含了拍vlog的时间 所以其实我用社群媒体也许没有那么久 但因为我把手机上的IG跟脸书删除了 那也造成了这个Apple的手机在统计使用时间的时候呢 是没有办法显示这两个的 好那我来聊一下为什么我想要数位断舍离 就是为什么我要离开社群媒体 但首先就是我很 我很不喜欢那个 无意识化手机之后的感觉 那种感觉非常差 就是我花了半个小时在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就是好像心中也不是特别的满足 然后也不是特别的有印象我刚才看了什么 所以会导致就是我会觉得说 这个时间我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然后同时呢 我也有发现我真的会不断的去拿手机 就是我的专注力 很变得比较短 我会 就是即使手机上 Nothing happened 就是我明明知道 这段时间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没有人会找我 但我还是会 比如说画画画到一半啊 然后就去把手机拿起来看一下 然后再放回去 就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好 刚才提到的理由呢 其实都是一种厌离心 厌离心呢 就是你对这个事情 这个状态实在是太厌倦了 你很讨厌 所以你想要离开那个状态 那就是佛教 他们在讲 就是厌离心这件事情 我不是很确定他们在他们的传统教义上面怎么样诠释 但是有一天晚上 很久之前的有一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梦 然后在梦里面我 梦见我是在印度 然后 我在跟一个上师 就是一个 一个老师说 我想要出家 这样 但是那个老师在梦里面跟我讲说 你不能出家 原因是 你想要出家的理由是 你现在对这个俗世起了厌离心 就是因为你太受挫了 然后 因为你在现实生活中太执别了 所以你会觉得说 好 那我要出家 好像跨过了那个 就是另外一边草地 草就会比较绿一样 世界就会比较美好 但是其实是不会的 那就是回到手机断舍离 社群媒体断舍离这件事情 如果是用厌离心来面对它的话 同样的 可能会很 不如自己的预期 那样的光明美好 原因是它还是会把你吸回去 我在YouTube上面有看到一个分享 它说 很多人在社群媒体断舍离之后 都遇到了同样的一个状况 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虽然离开了脸书跟IG 但是 这些多出来的时间 我们会不自主地转换到 比如说Netflix 或者是YouTube上面 我们会花很多时间 在上面看比较完整 可能长时间的内容 但同样的就是 其实我们只是 让自己的脑子被占据而已 它不太算是 我们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关键点就在于说 当你社群媒体断舍离之后 你夺出来的这一段时间 是想要做些什么 就是我想要做的是什么 那用这个我想要做的事情 作为是一种拉力的话 或许会比只是单纯的排斥 就是排斥这些数位的东西 还要容易一点 好 那这个中间呢 有一些就是大家可能在使用习惯上不同 所以会有定义上的不一样 比如说对你来说 那个YouTube算不算是社群媒体呢 就是对你来说 这个每个人的答案不一样 但对我来说 YouTube本来不太像是社群媒体 因为我不会 即使它在我手机上 我不太会主动的把它打开来 然后不断的划内容 或者是不断的看它推播给我的内容 之前呢 YouTube对我来说 比较像是Netflix 就是我知道了我喜欢的YouTuber更新了 所以我会去点它的内容来看 它有点像是一个 一段对我来说完整的影片 然后我会比较针对 我有兴趣的内容去打开来看 比较不是推播式的方式 所以我之前定义它 并不算社群媒体 那我也没有 本来没有把它从我的手机上删除 但是后来我发现 就是在我把脸书跟IG删除了 当天晚上 我就发现了说 其实当我没有办法再得到推播的时候 我没有那些可以划的时候 我就会把YouTube拿来划 就是不自觉的 当我把手机拿起来 好现在没有IG了 也没有脸书了 那我就会去点YouTube 然后它打开来之后呢 我喜欢的人没有更新 那接下来有什么内容呢 我就会开始在上面 随机的寻找我喜欢的内容 好它就变成了一样 一个吃饺子老虎的游戏 就是它推播给你 然后我不自主的点来看 然后看了一阵子之后觉得 好像不是我要的 然后再划下一个 再下一个这样 所以就我后来还是把YouTube也删除了 因为就是我不太想要用这种 没有意识的被推播的方式 再看东西 另外呢 我除了删除了APP之外呢 我有设定手机在11点 晚上11点的时候 它会上锁 就是它会把那些 我希望自己不要使用的APP 全部都锁住 那我要打开它 我就要选择 解除一分钟 或者是15分钟后再提醒我 或者是今天就是 都不锁它 就是有这个选择 那我觉得说 虽然说你还是可以把它的锁打开 但它还是蛮有效的 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说 好我设定我就是看15分钟 那我解锁15分钟之后 它15分钟真的就会把画面锁起来 那我就有一个提醒说 好 那我该停止了 就不要再把它打开了 我觉得那个阻力还是 还是有差的 所以如果你也希望就是晚上的时间是比较 不要一直看手机的话 或许也可以使用这个时间到了锁手机的这个功能 那有些朋友呢 就是因为我在脸书跟IG在决定要数位断舍离之前 我有po了一篇文章 那上面就是请大家 如果想要追踪我的podcast或者是YouTube 或者是放格子上的文章 可能请大家各自到那个app上面按订阅 因为我之后就不会主动的在脸书跟IG上更新 有些朋友就很担心说 是不是我之后就是不再录音或者不再拍影片了 我也想要在这边说一下我目前的想法 不代表我之后真的会这么做 但目前的想法是 我真的还蛮喜欢podcast这个形式的 就是这个创作形式它很自由 然后我也不用担心自己在镜头面前看起来是怎么样 同时我可以好像是在一个树洞里面 很亲密的跟听众聊天 就是我很喜欢这个形式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所以我的感觉是podcast 我应该还是会继续的更新 看我当时有什么样的感触 那我其实也不希望自己是有感觉再来录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 就是有时候你一件事情 你没有定一个deadline 你没有给自己一个框架的时候 很容易人就飘走了 就是如果我没有设定说好 我要双周更 设定我就会觉得那一个月来更也可以 然后接下来就是三个月来更 就是它会不断的发散出去 能量没办法聚集 但是同时我觉得我有一个挣扎点 这个世界的声音很多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 还有看法 那我的看法 那我的看法重要吗 我的看法会不会让这个世界更吵呢 就是有必要吗 我会自己质问自己说 有必要吗 需要吗 我需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吗 我觉得私心的来说 我有一个创作的冲动 或许跟写字很像的一个冲动 就是一段时间我就会很想要输出 那如果我没有这样输出的话 就会觉得很混乱 所以写字是一个方法 写日记是一个方法 然后podcast是一个方法 那到最近我开始练习拍影片 所以影片也是一个方法 就是一个创作者 我觉得我现在渐渐的可以 这样说自己 以前我会觉得 哇说自己是创作者也太给掰了吧 就我现在开始会觉得 自己是创作者 这是我会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podcast我是会继续更新 那youtube呢 我觉得我还在感受那个方向 就讲得很模糊 就是我跟大家说 我现在还在感受 原因是因为 我渐渐懂了大家为什么说 youtube一开始你在做的时候 前50支影片 你可能都是在探索自己的方向 因为每个人喜欢做跟能够做的 其实都不太一样 那我目前也拍的内容 也只是就是因为我之前 很爱看这一类的vlog 所以我模仿他们 然后把我的生活 有点像剪裁成 符合那个vlog的形式 然后把它po出来 可是我一定要用那个 那个格式吗 一定要用那个 比如说不看到人头啊 然后我说出人说那个 很像看到鬼啊 就是很不舒服 他说如果他在影片中 一直没看到人头 会觉得很不舒服 好 其实我好像一开始 也是有这种感觉 但接近我就习惯了 他们会有一定的规则 比如说画面非常的舒适 跟干净跟美丽 就是他有一种美感的追求 但是呢我发现 我发现那个形式 似乎不那么适合我了 原因是 我觉得那是某一个面向的我 就是家里很干净 然后煮菜 或者是生活的很有仪式感 那是某个面向的我 但是当我很努力的去拍摄 或者是去剪辑一个 我觉得是完美 接近完美形象的我的时候呢 那有一个危险 就是当那样的我不被认可 或是不被称赞 不被注意的时候呢 那种感觉会很像是 我会觉得说 我都已经那么努力了 我都已经呈现出这么好的我了 结果还是不受注意的时候 那个内在的打击跟挫折 是很大的 那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子 有点像设一个局 然后再来打击自己 就说 我都已经那么努力了 怎么还你还觉得我不够好吗 坦白来说 我心里的OS有 有这个声音 那他其实对心理健康 蛮伤的 而且我觉得 那个形式是不太可能持久的 至少对我来说 也不想要营造一个 就是完美的人设 或是一个 很贤惠啊 或是很会做饭啊 之类的人设 就是我不想做那个人设 因为那个戏服实在是太沉重了 前面有一集是在聊 我想要当一个没有用的人 我真的想当一个没有用的人 那如果好奇的话 你可以往前面找我 我忘了是第几集了 但是标题我有写 OK 所以 我觉得那个很漂亮的Vlog 它不是长久之际 所以我想要 我想要改变 但目前 我对拍摄影片 还算是很新很新 然后 我发现我 或许还需要一段探索的历程 所以我现在还不太清楚 未来的方向 可以这么讲 但 我昨天还是有录了一下Vlog 原因是 就是想说记录一下我 社群媒体断舍离的历程 那虽然我不知道 后来会不会把它剪成一支影片 或是10月25号 就是两天前 两天前开始这个 练习 其实我中间 其实我中间虽然失败过几次 就是我指的是之前的数位断舍离 虽然后来我还是恢复了使用那些App 但是我现在比较不会感觉到挫折了 原因是 我觉得那就很像是运动习惯 类似 比如说 你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自己应该要去运动 培养一个运动习惯 好 你可以 结果你就这样运动了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然后之后呢 可能因为某个原因 又没有运动了 然后你就又脱离了那个习惯 然后有一天 你又想要回到这个习惯的时候 你就再回去就好了 就没有关系 就是生而为人 就是会不断地在被分心 或者是被想要做其他的事情 就是没有必要要用一个框框 把自己框住 然后说你一定要 一定要每天运动 一定要每周运动几天 然后你才会健康 那个都是 比较像是头脑给自己的制约 跟想象而已 我今天就聊到这里咯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想要跟我聊的 也还是可以写email给我 好 与此同时呢 昨天了就是 秋天了 哦 该放慢脚步咯 就中医是这样跟我讲的 就他说我太冲冲冲了 他说他一把脉就觉得 哦 太冲咯 该休息咯 该慢下来咯 我之前做那些Vlog我真的是 呈现重重重重的状态 就是活在拍摄剪辑跟更新的轮回中 好 所以应该不会 之后应该不会那么频繁更新 那就祝大家秋天愉快咯 要小心保暖 晚上会比较凉 与此同时 祝福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